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首先叉烧 我很喜欢吃的 特别是肥叉 还有汁 我觉得今次的煮法是较为健康 我们准备些什么呢 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说如何醃这块猪肉 首先我们在街市买了一个半肥瘦的梅头 好 那你会见到呢 就 我喜欢这些肥 这些肥膏很威心 那我们就买回来就要洗乾淨 之后呢就停干水 那如果你有厨房枝就慢慢的 主要令它干身 因为干身呢 它醃的时候呢 就入味一点 那同时呢 我们因为要醃12小时以上的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步骤 首先呢 我们会用叉烧酱 和这个 玫瑰露 好了 那首先呢 我们就 叉烧酱 两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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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淋不淋 之后 玫瑰露 随意 两瓶 多谢了 哇 像威士忌 好 那之后就拌了 拌了 拌均匀 那我们呢 就将它醃到明天 我们就会煮了 好了 这个呢就是我醃了 12个小时的玫瑰露 行不行 OK 好了 那之后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 你们家里有个电饭煲 那首先呢 我们呢 就要将电饭煲 加热了 先的 那现在呢 我刚才加热了 那摸下去就会有点烤的 那我们呢 就要加少少油 下去 少少好了 少少 少了 都不少了 那之后呢 好了 那之后呢 那我们呢 準備放叉烧 下去了 那我们呢 煮三次 就可以了 放下去了 那这次呢 我们是要煮20分钟 我们把盖子 等20分钟就再见 不经不割 我已经过了20分钟了 但是我忘记了 我们要醃的材料 现在我補饭 首先 如果你想做叉烧 首先我们要有 叉烧 醬 玫瑰 那这两样东西呢 主要是醃的叉烧 那我们说是蜜汁 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最后 要加蜜糖 或者蜜牙糖 都可以的 好了 我们过了20分钟了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看看什么情况先 好了 我们开 哇 是一块猪扒来的 是不是 不要紧要 我们现在要反转它 哇 蜜汁猪扒 这个其实是 可以吗 都像你样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再焗多 再煮多20分钟 我们会煮三次的 可以吗 这个第二转 再等多20分钟 OK 好了 现在又过了20分钟了 现在你过来过来看看 的话 熟了 好了 那你见到呢 好似那些 尖猪扒 那样的 所以现在这个步骤呢 我们要先夹起它 都不是 都有一些叉烧 那最后这个步骤呢 很重要 那我们呢 倒入刚才那些汁 先 然后呢 为了令到它更加像这个叉烧 我们再煮多一瓶 叉烧酱 煮多一瓶 就是 说明是蜜汁 我们这次呢 就会加上一些蜜糖 切两瓶 算你喜欢调味就加一点 那你用不需要加一些调味料 其实都不需要加 因为本身的叉烧酱都 都很够味 那我们将那些蜜糖和叉烧酱 加上一堆 那令到它会更加有点甜味 那更加像叉烧的 那些油 那些猪油 那些油 那些猪油 好了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那之后我们再将 再放回我们的叉烧 下去了 我们又煮20分钟 那我们期间要再翻一翻 好 那我们待会再见 好了 我们又经过20分钟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吧 叉烧了 好了 那这样呢 我们先夹出来 砍大糕叉烧 真的 好 大家看看吧 好像叉烧的 好 好 那我们就来吃今次的文汁叉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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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煮叉烧 嘩 不是搞笑 好煮叉烧 这道菜 也是很简单 大家会发现 我煮的菜式很簡單 其實材料只需要買一塊梅頭的貝匙手 還有玫瑰露、卡燒醬和蜜糖 這些全部家裡都有 不經不說煮了三味菜 下次我媽媽來吃飯我可以煮三味菜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蜜汁叉燒 多謝 謝謝大家 等一下 今次我都是過二百尾 就會有第四集 多多支持 還有記住 like我的channel 還有我們會有片看的 多謝支持 拜拜